闺蜜捡到一块铜镜能连通古代 她和一位自称是将军的古代人谈起了恋爱 贷款给她买足够万人吃的大米和防寒衣物 将军则通过铜镜给她送了一份婚书 邀她来骨代成婚 我极力劝阻 她却毫不在意给我留下一封信后 穿进了骨代 半年后 闺蜜奄奄一息地在铜镜内朝我求救 我带上东西 义无反顾地跳进去救她 却在落地的下一秒 被人装进了热气腾腾的蒸笼里 你肯定不会怪我的对吧 我在蒸笼里痛苦地哀号 求她放我出去 她却将脸埋在男人怀中 一副不忍的模样 后来我被活活蒸熟 再睁眼 我回到闺蜜拿着婚书 满脸娇羞地找我执招的这一天 欣欣 她跟我求婚了啊呀 一双手用力攥住我的肩膀 疯狂摇晃着我的身体 肩膀上传来的剧烈刺痛 让我的脑子有一瞬间的短路 直到我看清周宇童那张难掩兴奋的脸后 我浑身的肌肤 瞬间像碰到了火一样的灼烧起来 我重生了 可被塞进蒸笼里面 由大火蒸煮了一天一夜 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的肌肤和血肉 在蒸笼里一点点脱落 那种痛不欲生 无法逃离的窒息感 让我浑身发颤 那种皮肤脱离骨头的痛苦感 好像还残留在我的肌肤上 我忍不住用力地抓闹自己裸露在外的皮肤 欣欣 你有病吧 把我的婚书都抓皱了 周宇童却一巴掌打在我的手背上 让我的手背瞬间浮现一道红痕 你是不是故意弄皱我的婚书啊 周宇童皱着眉 用怀疑的视线上下打量着我 你不会是嫉妒我吧 周宇童一边说着 一边将那份所谓的婚书护在自己的怀里 用警惕的目光盯着我看 而我混沌的脑子终于在这一瞬间清醒过来 我一把推开挡在面前的她 冷声问 我嫉妒你什么 嫉妒你期末又挂了三颗 还是嫉妒你为了一个所谓的将军 欠了三十几万的裸袋 现在天天被十几个电话催着还钱 周宇童仗红了脸 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我 欣欣你怎么了 为什么你说话要那么刻薄 我可是你最好的好朋友 我扯了个嘲讽的微笑 原来在周宇童的眼里 讲实话也算是刻薄 我不想再和周宇童待在同一个空间里 转身要走 却被周宇童一把拽住 你这就走了 你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就不跟我道歉吗 周宇童红着眼 好似在我这里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 你还是不是我的好闺蜜呀 如果是上辈子的我 可能确实会在第一时间 想尽一切办法去哄她 去照顾她的情绪 为了能让她开心一点 给她点奶茶送礼物 只求她能原谅我 可是上辈子那个永远宠着她 顺着她 事事以她为先的理心 被她骗到古代 亲手关在蒸笼里 活活蒸死了 现在的我一看到 她那张猩猩作态的脸 就作呕 我几乎是要死死握紧双手 才能克制住打她的冲动 好伴上 我强压住心里的那股燥热的情绪 转移话题 正是因为我是你的好闺蜜 我咬着牙加重了 好闺蜜 三个字 所以你今天带着婚术来找我 我才那么生气 上一次她通过铜镜 给你送了一个木簪子 你就为了她裸带了三十万 买了一堆粮油里面 还有各种药品和防寒的衣物 现在她是给你送了一份婚书 但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视线落在周宇童的脸上 在她略显迟疑时 轻声在她耳边说 她在不知名的古代 你在现代 你们两个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除非我欲言又止 周宇童急切地抓住我的手询问 除非什么 除非你们能在同个时空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吧 我不着痕迹地拨开周宇童的手 看见她骤然亮起来的双眼 上辈子周宇童捡到了一面铜镜 她以为这面铜镜是古董 宝贝的不得了 但是多方鉴定下来 确定这面铜镜就是近代工艺的镜子 值不了几个钱 周宇童气地直接把镜子丢进了垃圾桶 也就在此时 有一个低沉的男生从镜子里传来 断水断粮三月 城中再无一厘米 难道我近周将士真要折在这里吗 不 绝不 我愿以自身之命 求神仙显灵救救我近周将士 周宇童吓得够呛 急忙给我打电话 欣欣 我的镜子里有鬼 我当时正在图书馆学习 听到她的呼救 不敢耽搁 飞快地冲回宿舍 当时的周宇童躲在被子里 瑟瑟发抖 我一边安抚她 一边去垃圾桶里找那面铜镜 不会有鬼的 你别吓自己 就算有鬼也没事 我挡在你前面 别害怕哈 我低声安慰着 却在下一秒 看见镜子上出现的那张俊美的男人脸时愣了一下 那是一张极其精致的脸 美得不像真人 可能是因为铜镜的缘故 她整个人仿佛带了点朦胧的破碎感 你是神女吗 容理嘴唇干燥 也不敢置信地看向镜子中的我 我还没回答 一旁的周宇童就眼睛一亮 一把将我手中的铜镜抢了过去 你是谁 你不是鬼吧 周宇童盯着容理那张美得惊为天人的脸 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可是还没等容理回答 铜镜里那个帅气的男人就消失不见 只能听到他沙哑的声音 如果你真的是神女 请帮帮我 容理说他们那正在打仗 他的兵已经断水断粮快三个月了 如果再没有支援 他们会全部都死在这里 他恳求我们给他弄点吃的 周宇童当即把自己的零食和橘子 放在铜镜上 眼看着铜镜上白光闪过 上面放着的一堆零食不见了踪影 我和周宇童都瞪大了眼睛 你真是神女 容理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重镜 周宇童被他一口一个神女哄得没开眼笑 抱着铜镜就跟他聊了起来 然后在容理低声的祈求下 周宇童直接去饭堂 打了50多份白米饭传送过去 我看着一份份的米饭在眼前消失 心里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悄悄拉住周宇童低声说 彤彤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古怪 这个镜子能通古代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不是我们能够把控的 咱们要不把这面镜子上交国家研究吧 我试探性地开口 周宇童却撇了撇嘴 把铜镜抓得更加紧了点 这是我的东西 我才不要给别人呢 而且我有分寸 周宇童警惕地看了我一眼继续道 你不要大惊小怪 可能是怕我去外面说出去 周宇童又缓和了脸色 拉着我的手说 欣欣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铜镜的事情 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 不然你出门被车撞 我满头黑线 在周宇童的撒娇恳求下 再三保证 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 他才放心 周宇童说自己有分寸 我却担心他被人诃骗 认真观察了一阵子 确定那面铜镜 没有对他有什么坏的影响后 也放心了一些 只是我没想到 周宇童会在和容黎 日复一日的聊天中 动了真感情 容黎还特意在他生日那天 给他送了一枚 自己亲手雕刻的木簪子 外加一句 彤彤 这次我可能回不来了 但是我还是想祝你生辰快乐 周宇童被感动的深夜暴哭 哭得眼睛红肿 为了能救下容黎 和他口中的百万将士 他去裸袋 借了三十多万 买了一堆大米 还有药品和郁寒衣物 通过铜镜送到了容黎那边 当我知道时 为时已晚 周宇童已经把所有东西 都送到了容黎那边 我气得直跺脚 你傻不傻呀 欠了那么多钱 利息一天比一天高 你怎么办啊 周宇童却红对眼问我 那你说怎么办 我总不能看着他去死了 我是他的神女 除了我还有谁能救他 因为周宇童裸袋那件事 我们大吵一架 可后来 我看到他没钱吃饭 饿着肚子只能喝水饱 还是没忍住 给他多带了一份饭 再后来容黎大获全胜 通过铜镜给他送了一份婚书 邀他来古代成婚 我极力劝阻 你别去 古代没有电 没有自来水 就连卫生巾都没有 你早就习惯待在空调底下了 过去了怎么活呀 这些我都知道 周宇童不以为意地择了一声 可视线却一直盯着婚书目不转睛 只见细细划过上面的每一个字 眼角眉梢都是欢喜 我以为他听进去了我的劝告 可三天后 他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直接穿进了古代 当时我很恨自己 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制止他 为什么没有留住他 在那之后 铜镜就再也没有跟古代的世界连上 我一直没有得到周宇童的消息 但我每天依旧坚持不懈地对着铜镜说话 祈祷周宇童能够听见 直到半年后 周宇童奄奄奄一息的模样 出现在铜镜上 他脸色惨白 只哭着朝我喊了一句 欣欣 我就带上东西 义无反顾地跳进去救他 却没想到 我会在落地的下一秒 被人装进了热气腾腾的蒸笼里 热浪席卷全身 脚下是滚烫的蒸笼 外面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哭着朝着周宇童的方向喊 宇童 救我 欣欣 对不起 只有杀一个未来的人 用你的骨头搭出一条路 我们才能回现代 周宇童则柔弱地 靠在容黎怀中抹泪对我说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边的生活了 我也很想我爸妈 我真的想带着他们的女婿一起回去 你说我最好的朋友 肯定愿意帮我的 对吧 我在蒸笼里痛苦地哀好 一遍遍求他放我出去 他却将脸埋在男人怀中 一副不忍的模样 后来 我在蒸笼中争了一天一夜 被活活蒸熟 骨肉分离 而周宇童和容黎踩着我的尸骨 来到了现代 再睁眼 我回到了周宇童 刚收到容黎婚书的这一天 此时 距离周宇童穿进古代 还有三天 上辈子 我从周宇童的信件中知道 他能穿到古代去的媒介是血 周宇童不想用自己的血 就偷偷去抓了校园里的流浪猫放血 猫身上的血不够多 他硬生生地放了三天 才凑够自己需要的血 这辈子 既然我回来了 自己我要救 无辜的小猫我也要救 我悠悠地叹了口气 对周宇童说 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面铜镜好像只能传死物 传不了活的东西 放弃吧 我故作可惜 你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 我偏不 周宇童咬着牙回道 一定有办法的 上天让我和容黎相识 一定会有办法让我们长相厮守 欣欣 你来帮我吧 周宇童恳求道 你比较聪明 你来帮我就一定行 我捏了捏自己的手指 两久后才笑了笑回道 好啊 让周宇童发现 用血可以当媒介的 这些事情很简单 我只是随口一问 对了 小说里不是说像 铜镜这种神器可以认主的吗 你认了吗 没有 周宇童有点犹豫道 滴血那种 我觉得很痛啊 要不我替你试试 我说着就要去咬手指头 却被周宇童连制止 不用不用 周宇童赶忙握住我的手指 扯了个尴尬的笑 他哪里肯让我碰他的宝贝东西 生怕被我碰了后 他没办法用了 周宇童深吸一口气 你真是个天才 周宇童激动地抱着我 又蹦又跳 他连夜收拾好东西 准备穿过去 手机 充电宝 化妆品 还有护肤品 到时候 我穿着现代的衣服 化化淡妆出现在他面前 肯定会让他无比惊艳 周宇童满脸憧憬 他一轻点着自己的东西 还时不是要问我 星星快帮我看看 我还落下了什么 我看着他准备带过去的 三大箱子东西 微微挑眉 一大箱子装满了衣服 他想要带着现代技术 去过去大展拳脚 我不相信 以周宇童的脑子 能想到这些 脑子里没来由地浮现了 容黎那张带着病龙的脸 回忆起第一见到他的时候 容黎的嘴上 明明虔诚地喊着神女 可是在我看来 他的眼里没有一点敬畏 反倒像是在看猎物的眼神 眼里阴阴阴闪着光 周宇童收拾东西 收拾了一整晚 抽血又分开抽了两天 就在他一切都准备妥当 准备穿去古代时 容黎却突然透过铜镜 给周宇童传了条消息 他的脸在铜镜中浮现时 周宇童下意识挡住了我的视线 他瞥了我一眼 然后急急忙忙地 抱着镜子去了厕所 反锁上了门 我站在并不隔音的门边 听到他们压低了声音 小声说话 那些东西你准备好了吗 容黎压低了声音问道 都带了 周宇童也小声回答 那些书啊 各类种子 我都背齐了 我马上就会过去见你了 你期待吗 周宇童的声音里难言羞涩 对面的容黎声音 并未有丝毫迟疑 早在第一次见面时 我就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了 彤彤 两人互诉中场好一阵子 听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正准备要走 却听到容黎依偎 深长地对周宇童道 对了 你想办法把你的那个 叫李乐的朋友 也一起带过来 他 未来应该会有用的 我的呼吸骤然一顿 不由自主地死死 攥紧了自己的手 容黎这个时候 应该不知道我姓李才对 周宇童黑着脸 从厕所出来时 我正在收拾 自己桌面上的护肤品 我看见他出来 很自然地晃晃手里的东西 对他笑笑 这个SK2 我刚拆封没多久 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吗 我给你戴上吧 放你背包里 对了 我装作不经意地问 容黎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呀 我说这话时 还有点羞涩 不好意思地拨弄了下头发 你为什么问这个 周宇童脸上的表情 有点微妙 他问出这句话后 我就知道 鱼已经咬勾了 因为周宇童的战友欲 极其的强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他有情感洁癖 我和他当闺蜜的时候 他就不许我和别的朋友 走得太近 一旦我和别人出去逛街 或者多聊上两句话 周宇童就会发火 哭着质问我 还是不是他的好朋友 曾经 我为了让他高兴 为了维护和他的这段友谊 在周宇童的监督下 我删掉了不少 以前和我关系不错的朋友们 闺蜜情都已经是这样了 我不相信他能大度到 容忍自己完美的爱情里面 横插进一个我 所以他绝不会 在戎里的面前 多提我一嘴 而我满脸期待地看着他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 所以然来之后 周宇童的脸色 就越发阴沉了下来 他直接把我送他的护肤品 从自己的背包里丢了出来 你天天熬夜脸色蜡黄 这些东西 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 我用不着 周宇童冷哼一声 背上自己的包 准备往同镜去 我反手拉住他 故作关心地问了一句 童童 你一个人去 会不会有点危险 要不 别 周宇童直接甩开我的手 铁青的脸 就差直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 不过可能是他 还记得容黎的话 觉得我以后还有用处 话也没有说得太难听 周宇童只是低声说 你不是说古代 这不好那不好的吗 没有电 没有网络 也没有舒服的厕所 我先过去探探路 如果我去了都能过得好 到时候我再叫你来也不迟 对不对 我拉着他不放 还想再说什么 周宇童却不想再跟我纠缠下去 他拉着行李 转身就往铜镜的方向跑 我在后面死死地拽着他的行李 嘴里还喊着 童童 童童等等 周宇童气得直跺脚 横横地骂了句 你别拽着我 我越是不让他走 他就越想走 最后为了摆脱我的纠缠 他更是直接丢掉了行李箱 静止往铜镜里一跳 不过是眨眼间 周宇童的身影就消失在我的眼前 而我推开了他那个装满了种子 和各类工具书籍的行李箱 半蹲在地上 小心地用不包裹着 把那面古怪的镜子拿起来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 估计也很难想象 这么一个巴掌大的铜镜 竟然能够连通骨筋 还能用血来让人在两个时代进行穿梭 实在是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诡异感 我将镜子收好 安静地睡了重生以来的第一个安稳觉 只是我没想到 第二天我不是被闹钟叫醒 而是被镜子里周宇童那一声声的 欣欣吵醒 欣欣你可算醒了 周宇童激动地在镜子里嗷嗷叫着 一晚上没见 她已然换上古代服饰 穿金带银 除了那一头黄色头发 看上去也像那么回事 我揉了揉眼睛还没说话 周宇童就激动地 开始不断讲述自己来到古代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 我直接摔进了我家荣黎的怀里 然后我不小心按到音乐键 结果你猜怎么着 荣黎身边那个蠢货侍卫 直接把我的手机给砍成两半了 周宇童越说越气 捧着自己的断成两截的手机给我看 我眯着眼睛 敏锐地发现 周宇童手机上 那个印着他偶像的唇白手机 好像扎了什么红色的东西 脑子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我试探性地问 那荣黎怎么处理那个侍卫呢 能怎么处理 周宇童耸了耸肩膀 十分不屑道 他砍坏了我的手机 荣黎立即就砍了他的手 还让人把他拖出去 打了一百军棍 活该 谁让他砍我的手机 害我在这边都不能追剧了 还好那个蠢货侍卫 还有点用处 能让我跟你视频 砍了手又一百军棍下去 人肯定活不成了吧 我咬了咬唇 呼得明白了过来 为什么上辈子 我无论怎么呼唤 都没办法在镜子里 得到周宇童的回应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写作媒介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无法打开这扇通道 难怪 每一次周宇童 只能等荣黎找他 因为现代人 没办法轻易取血 只有古代人可以 一想到此前荣黎的脸 每天晚上都会用 沾满鲜血的手拿着铜镜 跟周宇童甜甜蜜蜜的腻歪 我就一阵犯恶心 对了 周宇童却话音一转 对我道 你帮我买个新手机 送过来给我吧 记得给我下午 哥哥最新的电视剧游戏了 周宇童说完 冲我眨下眼睛 尽显娇憨 片刻后 他的脸慢慢在镜中消散 而我冲到厕所 吐了个昏天黑地 当天下午 周宇童又透过铜镜 催促我快点 把他要的东西给他 除了手机 那些日用品 还有我那两箱东西 你都给我弄过来 我还要个挂钵风扇 等等 你还是给我买两个吧 我也给容力一个 这里太热了 对了 你再多给我买点零食和泡面 这里的饭菜好难吃啊 周宇童叽叽喳喳地 在镜子里说着 你快点送过来给我呀 我急着用呢 他好像把这次穿越 当成了一次旅游 总觉得 外面好像有我兜底 可以给他传送现代的工具 让他在古代 过上舒服的生活 可是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他了 我敲击着键盘 漫不经心地回了他一句 我不会用这个呀 这么简单你 怎么不会用 你蠢吗 把东西放到铜镜上就好了啊 我不敢啊 我回答的依旧漫不经心 周宇童也终于 从我的话语中 察觉出了什么 欣欣 你什么意思啊 你故意不肯帮我 周宇童的质问 透过铜镜到我的耳边 依旧那么尖利 你还是不是人啊 我以前怎么对你的 现在让你帮我点小忙 你都不愿意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极度容力 喜欢我不喜欢你 所以故意恶心我 李欣你真的好贱啊 你的五官是比我 稍微好看一点点 可那又怎么样 容力就是喜欢我不喜欢你 周宇童的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尖锐 显然气得不轻 你不帮就算了 我周宇童就算没有那些东西 也能在这里过得很好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李欣 我发誓以后 不论你怎么求我 我都不可能再跟你当好朋友了 周宇童疯狂咒骂我一通之后 直接断开了连接 而我依旧没有出声 检查了刚刚写好的东西后 平静地关掉了电脑 童静静悄悄的 再没有一丝声响 周宇童催促的实在是急 显而易见 他真的很不适应古代的生活 容力的那个世界 处于封建社会 不说没电没网没空调 光吃的东西 都粗糙到难以入嘴 这就足够把一个现代人逼疯了 不过我认为 这些对于周宇童来说 还远远不够 我的视线落在不远处 那个装满了种子和书本的行李箱上 周宇童要的是吃的 喝的和日用品 这些东西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倒是容力要的种子 还有各类工具书 对于那个世界来说十分有益 如果我猜的没错 在周宇童无法从我手里拿到东西之后 容力就会亲自出动了 晚上12点后 铜镜果然又亮了起来 有一张纸凭空出现 我皱着眉 走过去拿起来一看 微微愣了一下 因为上面画着的是我的画像 纸上并无太多的笔墨 只是简单勾勒 就将我穿着睡衣 带正的样子 画了个石成石 纸张有些皱了 像是曾被人反复观看 但也依稀能看出对方的珍惜 而在这张纸的角落 正正好印着容力的名字 容力一句话都没说 又好似透过这张画像 对我说了许多 明明我和他只见过那一次 可他却清楚地记下了我的脸 将其画在了纸上 容力送了张我的画像过来 是一个明晃晃的试探 他想试探我 看看我是不是和周宇童一样好拿下 如果我是周宇童那样的恋爱脑 或许我会不停地猜想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容力是不是也有点喜欢我 可我不是周宇童 我也不是恋爱脑 容力那张脸对周宇童来说 有致命的吸引力 可对我来说 他那张脸是我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面无表情地将这张画像收起 思索片刻后 将周宇童药的日用品 放在了铜镜上 片刻后光芒闪过 那个装着东西的袋子 消失在我的面前 我静静地等了几秒 铜镜上就出现了容力的脸 神女 好久不见 容力的视线落在我的脸上 我才发现 原来你比我记忆中更加漂亮 他深深地看着我 朝我露出一个干净的笑来 而我强忍着皮肤上传来的隐隐刺痛 咬着牙回了句 你也是 那天之后 容力开始不停地透过铜镜跟我聊天 就如同以前他对待周宇童那样 甚至比那时更加殷勤 我不喜欢看见他 就连听到他的声音 都觉得身上皮肤又在隐隐作痛 上辈子被巨大的蒸笼蒸熟的记忆 让我对容力有着深深的忌惮 容力十次找我 我才会勉强接上一次 后来他也慢慢摸索出规律 不再找我找得那么频繁 只在固定的时间来找我 我们的对话也才渐渐地开始进入正题 他想要让我对他转变态度 成为他新的助力 将周宇童遗落的东西都传给他 而我想要知道 他是不是也是重生之人 我小心地试探了他几句 才从他的直言片语中发现 其实容力并没有重生 他只是断断续续地做过几个前世的梦 容力猜到我对他会有用 但是不知道具体用途 他梦里的我大概是个纯奔如猪的东西 所以他对上我也并不设防 我也很轻松地从他的口中得知了 许多关于他那个时代的信息 我知道他借着周宇童的帮助 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生仗 如今兵强马壮 他把持着朝纲 不是皇帝更似皇帝 偶尔容力会 不小心得让我看看周宇童如今的生活 我到镜子里那头的周宇童 被众多仆丛围着在狭小的花园里 烦躁地走来走去 容力还要故作不经意地对我说 若是你能来 他也能多个姐妹相伴 你不用担忧这边怎么生活 我会给你安排二十个丫鬟 从早到晚贴身服侍你 出行也有轿子 马车 根本不必你亲自走路 容力盯着我脸上的表情 继续道 你也不必像在那个世界 天天要看人脸色生活 当什么牛马早出晚归 你看他 在我这所有事情 都有下面的人干 只需要吃喝玩乐便可 容力话里话外的暗示十分明显 我听着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可能周宇童在他耳边 说了很多关于现代不好的话 但是现代再怎么样 都比他那落后的地方 强上千万倍 一个满是泥泞的花园 初看时新鲜 可日复一日的看下去 只会觉得无聊烦闷 况且轿子马车能走多远 能比得上高铁飞机舒服 我笑了笑 没有多跟他继续这个话题 只说 他是真心对你的 我祝你们幸福 经过多次的使用 我也大概明白了点 这个铜镜的使用方法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滑动背面 果断掐断了这次通话 不用猜 我就知道对面的容力 脸色一定很难看 因为除去最开始容力的那次试探 我回复过一些东西后 我再也没有给他传过任何东西 容力花了好长时间 不停地暗示我 都没有办法从我手里拿到种子 也没能将我骗过去 看得出来他实在是有些浮躁了 当然更烦躁地当属周宇彤了 他原以为 自己来到这里 是要和容力过幸福快乐的二人世界的 却没想到 自己都育增降贵地来到这里了 结果容力一天到晚就只想着找我 天天都绞尽脑汁地和我说话 话里话外都在捧着我 他全然不顾及周宇彤的情绪 只让他自己在狭小无趣的院子里待着 周宇彤忍了又忍 终于在这天待不住了 凌晨时分 周宇彤的脸出现在同镜中 他原本原论白镜的小脸 如今变得干瘦辣黄 看上去有点营养不良 看见我后 他气得咬牙切齿 脸上表情都有点扭曲 李欣 你见不见啊 你为什么天天缠着我的男人 你故意扣留我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为了今天 为了让容力能来找你 周宇彤疯狂地朝我大喊大叫着 呼得又想起了什么 我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了 你不要再肖想什么了 因为你不配 你根本没有我的胆子 你不能为了容力设下一切 可是我敢 所以我才配站在他身边 我平静地看着他 看见他指尖沾染的鲜血 只觉得他有点可悲 为了一个男人 抛弃现代生活的一切过去找他 以为能有情淫水宝 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还丢掉了自己的所有优势 所以呢 我淡淡地对他说 你觉得他真的爱你吗 你信不信只要我说 他亲手杀了你之后 我就带着种子过去找他 容力就会亲手勒断你的脖子 周宇童显然被我问得愣住了 好伴上他才回道 这不可能 我和容力的感情 不是你能理解的 我们是拜过天地的 上了祖谱的 他承诺会一直爱着我 直到我死 周宇童咬着牙 可我明明看到 他脸上带了一丝不安 是吗 我似笑非笑地 将此前容力给我的画像拿了出来 那你要和我赌一把吗 周宇童盯着那张画像 脸色格外难看 嘴唇更是毫无泄色 而我轻声对他道 赌赢了 我再不理回他的任何信息 你们可以幸福美满帝国一辈子 如果你赌输了 也没关系 我笑得温和 我会想办法带你回家 周宇童本来还在犹豫 在我那句回家落下后 他脸上的犹豫不决 彻底消散 我信容力 周宇童脸上带起了一抹笑 好 我给你赌了 欣欣 你果然是我最最要好的闺蜜 我笑了笑 没再开口多说一句 周宇童对所有东西都不在乎 独独在乎容力 还有容力给他的 那份他自认为独一无二的爱 他不相信容力会不爱他 毕竟他能为了见到周宇童 取了无数人的血 或者踩着无数条人命 只为在周宇童睡前 在他的耳畔轻声说一句晚安 如果这都不算爱 那到底什么才算是爱呢 周宇童满满的自信 却在当天晚上 对我两句话就轻松击溃 我只给容力传了一包 周宇童爱吃的薯片 外带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以后请不要再联系我了 我不想统统不开心 而且他也怀了你的孩子了 我不想再让他心神不宁 我会砸碎镜子离开 请你以后好好对待他 两句话瞬间让容力急了 他想要的那些现代技术 那些必要的东西 都还没拿到手 怎么可能轻易就放我离开 特别是当周宇童来到这里之后 只知道吃喝玩乐 还要各种嫌弃这里不好 再不像以前那样 能出神入化的 给他送来一堆物资 给他助力 在容力的眼中 没有了现代那些东西的周宇童 只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女人 这个女人唯一的用处 就是还有个现代的朋友 也就是我能够帮他 若是因为周宇童的原因 导致我真的砸碎镜子 再也不理会容力 那将会是容力的一大损失 不要 你不要不理我 容力的脸 几乎是急切地出现在了铜镜上 他那张精致的眉眼里 盛满了不舍和慌乱 我不想因为他 让我们两个生了嫌弃 我知道你是因为他的缘故 才不肯与我交心 你其实对我也有情的吧 容力深情地看着我 镜子里他卑微的模样 更加惹人心疼 可他嘴里吐出来的话 却如同恶魔一般 我知道你必定不怨 两女共事一服 我可以让他打掉孩子 将他送去别处 让他这辈子 都不会让他出现爱你的眼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躲在门外的周宇童 疯了似的冲了进来 你什么意思 容力你什么意思 周宇童哭得撕心裂肺 疯狂地用手去捶打容力的身体 容力却反手 将他的手一把抓住 然后将人往地上狠狠地一甩 你不要在这里发疯 容力脸上笑容尽数消失 带着一股可怖的怒气 来人 把他带下去 你不能这样对我 容力我怀了你的孩子 周宇童抱着肚子 哭诉着 难道你忘记了以前 我是怎么样费尽心思 为你买米买凉的吗 那个时候你就说过 我是你这辈子唯一的妻呀 我为了你抛弃了现代的生活 来你这边过着苦日子 你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的呀 同静那边闹得不可开交 我却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静静地看着容力气急败坏地冲过去 杀了周宇童几巴掌 在周宇童哭嚎着 被人捂住嘴要拖出去 我对着他的方向 指了指他的肚子 我唇半微起 无声地对周宇童说了 回家 两个字 不过很快 铜镜那头就黑了下去 再没有画面 我不知道周宇童看不看得懂我的暗示 但是我知道 容力必定会看到我的小动作 我赌他足够聪明 会去猜 会去实验 我不知道上辈子容力和周宇童是怎么发现 用我的命可以让他们从古代来到现代 但是既然我的骨头可以成为桥梁 那身为现代人的周宇童 他肚子里的孩子应当也能 只可惜在那天之后 铜镜已经很久没有过动静了 他普通的 就像是一面普通的镜子 好似之前的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 我尝试过 用买的鸡血和鸭血 去涂抹铜镜 没有什么反应 用猫狗的血 倒是能让镜面拨动一下 但是效果甚微 直到人的血液涂抹上去 镜面很快就显示出了那边的画面 画面一片黑暗 感觉到一丝摇晃 显然是荣黎将镜子随身带着 看不到画面 却是能听到那边传来的淒厉的叫声 你不能这样对我 周宇童挣扎的声音很大 荣黎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不能这样 荣黎的声音 不是此前听到的那样清脆爽朗 倒是带着点点阴沉 他似乎是站在周宇童的面前 居高临下的对他道 祭司说保禁区血肉供养 才能实现愿望 普通人的血不管用 你的血我又舍不得用 只能用你肚子里的那块肉了 你乖一点 反正只是个孩子 以后还会有的 这不只是我的孩子 也是你的孩子 周宇童哭得撕心裂肺 不要 不要对我那么残忍好不好 求你了 荣黎 让我回家 我带着孩子回去 再也不见你还不行吗 他苦苦哀求 求面前的男人 能够放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一满 可是荣黎却没有停手的样子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就听到周宇童 凄惨的尖叫一声 随即是短刀 用力划破肚皮的撕裂声 透过铜镜过来 让远在现实的 我也忍不住害怕的打个冷战 铜镜从荣黎的怀中滚落 掉在地上 我看不见周宇童 只听到他凄惨的尖叫声 一阵小过一阵 然后入目的是一片通红的血 将整个铜镜都盖住 红的圣人 下一瞬 一张俊脸 呼的出现在这片血红中 我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和荣黎四目相对 不知道为什么 心脏骤然慌乱起来 他满手是血的抱着一个东西 看见是我后 呼的朝我勾起一个嘴角 笑得灿烂 我马上来找你了 你肯定很欢喜吧 我呼吸骤然一顿 立即将画面掐断 红黎刚刚的模样 对我的冲击实在是太强烈了 当时被关在蒸笼里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那种窒息感 又扑面而来 他猜到了 他会来的 不用太久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就是隐隐知道 凌晨三点 铜镜爆发出巨大的光亮 瞬间照亮整间屋子 我紧张地握紧坐一把手 就连呼吸都下意识停住 不过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身着铠甲 手拿长枪 威风凛凛的熔梨 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欣欣 熔梨找到了我的身影 她歪着头 朝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一步步朝我走近 没想到真的能在这里见到你 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不怀好意 像一条毒蛇 你可真是让我想了 好久啊 话音落下 她常见猛地往我脸上一戳 却只听到争的一声 熔梨的长枪 被防弹玻璃 给严严实实地挡住 熔梨不可置信地 看着面前毫无裂痕的透明玻璃 又猛地用力一挥 长枪自上而下狠狠地划过 带起一阵巨大声响 怎么会这样 熔梨不可置信地 看着面前没有任何伤痕的玻璃 视线落到我的身上 咬着牙问我 你用什么妖术 我身后的黑布缓缓落下 硕大的机器 还有来往的研究人员 急匆匆地穿梭其中 有人喊着 数据监测得怎么样啊 所有东西都必须全部记录在岸 空间似乎有波动 所有摄像头的录像 立刻都给我调出来 众人形色匆匆 偶尔抬眸看向熔梨时 眼中也没有她想象里的震撼和害怕 大家看熔梨的眼神 更像是在看一个小白鼠 一个等待研究的小白鼠 研究所的负责人陈姐 走到我身侧 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盯着熔梨身上的东西 嘖嘖称奇 然后对我说 干得不错 小李同学 没想到真的有这种事情 你的任务结束了 别担心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处理吧 我朝他点点头 腼腆的笑了笑 找死吗你们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快放了我 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我可是端康国的摄政王 若再不放了我 我必率领百万大军 踏平你们这里 熔梨听得见我们的话 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狠狠的又用长枪刺向玻璃 他确实有点力气在身上 猛的一刺 竟然真的被他戳出裂痕 一看自己有机会脱困 熔梨眼睛顿时意亮 立即更加用力地 疯狂用长剑去刺剥离 药剂部门准备 陈姐一声令下 困住熔梨的小房子里 瞬间喷出烟雾 不过是一分钟的功夫 熔梨就浑身无力 在握不住手里的长枪 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你们 对我 做了什么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们 而在熔梨愣证间 我也朝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轻声对他说 欢迎你 来到现代社会 在周宇童跳进铜镜之后 我立刻把这面诡异的镜子上 交给了国家 起先所有人都不相信 这面镜子真的能通骨筋 连通另一个世界 直到周宇童透过铜镜 要求我把东西传给他 直到熔梨的那张画像 透过铜镜 凭空出现在大家眼前 这枚铜镜 瞬间获得了最高的关注度 凡是跟这枚铜镜有关的人 或者场景都被封锁起来 我每一步都在官方的眼皮子底下进行 周宇童却对我说 你帮我买个新手机送过来给我吧 对了 你再多给我买点零食和泡面 这里的饭菜好难吃啊 周宇童叽叽喳喳的在镜子里说着 你快点送过来给我呀 我急着用呢 我故意露出一副不忍心的模样 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在一旁观测数据的陈姐 陈姐冷的脸对我摇头 再三跟我讲其中的道理 你不要因为对方是你的朋友 你就心软偷偷给他传东西过去 在一切还没有研究出结果前 答应我 绝对不要轻举妄动 你不清楚 这两个世界的物品 互相流通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 不论我多 心疼 我的好姐妹 我也绝不会给她送一点东西 后来 周宇童疯狂地骂我 你见不见啊 你为什么天天缠着我的男人 我表现出一副十分受伤的样子 故意用言语激怒她 想让她去看清戎离的真面目 想让她清醒过来 最后我还甩出了那句流有深意的话 我会想办法带你回家 陈姐看得我十分无奈 叹了好几次气 让我以后尽量少说话 我知道你想让她回来 但是 哎 我只有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的恶毒想法 因为铜镜会吸收血的这一特性 研究人员用各种血和肉都实验过 最终也将目光定在了高等生物的血肉上面 在我的之后 便在下一次的画面中 偷偷摸摸地指周宇童的肚子 故意提示她 陈姐被我气得够呛 干脆下次就直接隔开了我和那面镜子 直到荣离真的从古代穿越到现代 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荣离被关在研究所里各种研究 有一次她咬破自己的手指 想偷偷放自己的血在船回去 被工作人员发现 后来直接没了单独活动的空间 只能终日被绑在椅子上 嚎叫着要杀了所有人 我时常会和陈姐申请 想通过铜镜联系一下远在古代的周宇童 奈何始终那面铜镜已经被团团保护起来 根本不可能再让我使用 慢慢的 我从这件事情中走了出来 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一年后的某一天 我却忽然接到了陈姐的电话 你的朋友周宇童连上铜镜了 真的吗 我心里微沉 还想再问 对面却先说了起来 他一直被关在地牢 这两天才趁着端康国大乱才逃出来 哭着求我们救他回来 端康国打仗 到处失衡遍野 他用铜镜是个无数办法 也未能再打开这个通道 后来我们猜想 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一端 他和现代的唯一关联 就是他自己 或者他的孩子 但是他当时被偷腹渠字 根本没有医治 伤了根本 没有再怀孕的可能了 陈姐那么说 那么周宇童肯定也用自己的写识过了 即便是如此 他也始终打不开这个世界的门 可能终其一生 都要留在那个混乱的时代生活了 一个在现代社会长大的人 怎么可能适应得了那边的生活 周宇童恐怕此时会恨极了 当时义无反顾跳下去的自己吧 我正想着 呼的听到陈姐说 对了 他托我给你带一句话 他说 他后悔了 陈姐的声音在最后面时停顿了好一会儿 我呼的笑了笑 想问问他 周宇童的原话是不是 我后悔了 欣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拉住我 为什么 不过 无所谓了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挂断电话 心情不错的继续逛超市 全文完感谢观看